聖誕節 新明節 端午節 這些很多節日都需要一些紀念 這個你知道 燒金針很方便啊 新明節包包 每次都不知道要拍什麼的時候 就是要介紹包包給大家看 我覺得包包對於女人來說 就像是男人看錶啊 看車啊 錶 錶 跟車子 這些東西就是一個夢幻藝品 然後可以保持 對我來講說 我就買包包是非常舒壓跟開心的一件事 每天看到他們我就會覺得說 我要更努力的賺錢 這個上次有介紹過嘛 從法國回來的時候 上女兒我最大的時候也給大家看過 這個是比利時的一個牌子 我覺得它很可愛 因為今年很多的這種小包的size 綠色是今年的流行色 綠色衣服 綠色帽子就不公戴 但很多的單品我覺得是很好取得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其實非常非常多的包包 都是H開頭的 因為我後來不想要再花錢亂買 要的話我就買一些比較保值的 也不能說亂買啦 就是說有一些是你可能真的很喜歡 比如說像今天這個 今年也很流行像這種包包 那它其實是可以當化妝盒 但是你自己加一條鏈子 它就可以是一個包包 那像這一種的就是說流行性很強 不太會過忌 不適合拿出去當包包的時候 我還可以把它拿來當化妝盒 所以我覺得是OK這樣 我新買了幾個包包 跟大家推薦一下看一下這樣 我會買它就知道 因為它保持性很高 我覺得說它入手是一件 Emma會非常開心的事情 因為以後都是它的 然後對我來說這個一定是 就是每個女生的夢幻藝品 其實我有大咖的 那我覺得就是不同的尺寸 有不同的駕馭 這個是個古董包 看到這個我就覺得 哇 令人太驚艷了 古董包就是有一種 古董包的漂亮的感覺 但是其實它狀況是其實非常好的 那這個背帶是我自己配 這個包我非常常在背 比如說我工作的時候放化妝包 它可以放到一雙膏跟鞋 所以它非常大啦 古董包算是二手包嗎 對啊對啊 古董包一定是二手包 所以買價應該會比較便宜 對 相對的會比較便宜 像這種大包 很少人會想要去駕馭它 因為對我來說 因為我身高有優勢 所以我背這包是OK 怎麼最簡單看之後 這些包包的增加 第一 當然你去了這家店 你一定會看過它很多的這個 紀錄跟行用 這個古董包呢 我也問過在Hermes的好朋友 他說這個真的機率非常高的原因 是因為這麼大的 其實真的沒有人要放 因為它不是熱門館 然後後來我也有背去給他們看 他們說這包真的很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包是 滿值得的 對 然後也是以後可以變成傳家寶 當然如果你怕包包的真假的問題的話 最好當然就是去專櫃買啊 那一定就是最安心的嘛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 如果有去法國的機會 可以買得到包 那根本簡直就是夢幻啊 之前去巴黎買到這個手拿包 就是一個夢幻藝品啊 講真的 有就要趕快搶 即使你不喜歡這個顏色 不喜歡這個樣子 回來你賣掉還是會有價 因為像我媽她講的一句話說 包包不要輕易賣 因為賣你可能就買不回來 也不會知道它哪一天會增值 我覺得她講得非常好 就跟買股票一樣 對 它真的會增值 你要看你的包包保持的狀況啊 包括你的盒子 所以你要塞很多盒子有沒有 你知道Hermes很貼心 你看它就是方便讓你帶回去 這就是紙袋 它就可以這樣摺耶 你就可以問她一下說 請問你們有沒有這種box for trouble 就是像你可以旅行用帶的袋子 帶的盒子這樣 然後它就會 可是不一定每一家店都有 然後我剛剛說這個大的之外呢 還有一個東的size 這個包我也用非常久 這個背帶都是有自己加的啦 然後大家就會發現說我非常喜歡凱莉 第一好提又好背 那我聽到真的很重 我看到有這種東西就好 原來這是拿來趁包包重量的喔 對啊 光這包就已經1.9了耶 很快快 我現在就是有超三種size 然後呢最近有聽過了一個這個小的 今年真的是小包的天下 甚至很多廢包就是 根本裝不了 它根本裝不了任何東西 然後呢這個是25公分的 看到它的時候就是夢幻逸品 又是黑的又是銀色的扣這樣 所以就讓它加入了我的Kelly小家族 薄金的部分呢其實還有 這個是我媽媽有一年從日本扛回來送我的 哇 有一次在台灣兩天一夜行程 然後我就放了一個盥洗啊 什麼有人沒得進去 我真的好想下去加輪子 好重 2.7公斤 空包喔 但我跟你講欸 男生只要一高啊 拿這個包就是帥氣 但是這個型已經平產了 所以我媽是千交代我萬交代我說 這個包包千萬不能賣 這真的是傳家寶 傳家寶 她就說這個以後如果保存得好的話 真的有可能可以去蘇富比拍賣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它已經平產了 好啦那我覺得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這些包包啊我們買的不是奢侈品 買的就是一個回憶跟一個努力 在工作的時候難免也會有這個疲倦期啊 你知道 就是一種疲倦你懂的 我不懂 就出門的時候我就想說 哇先挑一個包包 好像轉換一下心情 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這些錢呢 你怎麼花那麼多錢在包包上面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做三世 有 我們是做完三世之後 把他們又拿來買包包 好嗎 這樣怎麼聽起來更囂張 沒有啦 就是努力工作賺錢啊 范冰冰其實有講過一句話 她說不要覺得自己買不起 就是想辦法掙錢去買就對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囂張的一句話 但我還是要講一個觀念啊 就是不要說好像你慈祕或滅賺錢 就是為了要買包包 這是粉末倒汁 今天因為我們很努力的工作 想要有一個靠賞自己的機會 因為畢竟還有什麼聖誕節 清明節 端午節這些 很多節日都需要一些紀念 好 清明節包款對不對 這個你看 燒金鑽很方便啊 清明節包款 你可以放公平 對啊 公平啦 好啦 因為包包真的太多了 我們可以再好好的一一跟大家介紹 如果大家對於我的包款有興趣的話 好啦 那你應該知道就是說 每一集大家都要抽獎對不對 今天大放鬆對不對 哇 我是把包包收好對不對 哈哈哈哈 因為呢 我們今天介紹的是很多包包款嘛 那包款就是要花錢嘛對不對 有時候預算超過了之後 天氣又很冷 可能家裡棉被都要賣掉的時候 我就要送你這一個 床墊型的電毯 哈哈哈哈 那你至少可以抱著包包溫暖過冬 它是XXL的喔 是大尺寸的 然後再來呢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雅詩蘭帶的愛用者 他們也是很支持我的好朋友 這一盒在櫃上真的真的賣到缺貨了 然後呢 也謝謝他們 讓我第一時間 能夠拿到這個嘴唇的SPA組合 完全沒用過喔 完全新的 就是如果你喜歡有一個粉嫩的唇 不管是上唇還下唇 還是... 它有蜂潤的啦 也有超粉嫩的 還有修護 還有更柔嫩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 嘴巴粉粉嫩嫩的朋友呢 也可以來留言抽獎 今天總共有兩個獎項 愛自己喔 今天要怎麼樣抽獎呢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熱情 到我的粉絲團底下留言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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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YouTube的頻道 YouTube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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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到我們這個 衝衣油管的YouTube頻道 底下留言才算數喔 好 那我們的題目來囉 到底要在哪裡留言才能抽獎 那就是這個粉絲組 然後還有這個床墊型的電台 真的是大放送 大放送啊 一定要的 訂閱加分享 訂閱加分享 還有按小鈴鐺 還有按別人的電鈴 告訴他要來YouTube而已 哇